来尝试一下用这个软件来讲解一下一些防守端的注意事项 尤其是周五晚上和周六友谊赛的时候呢 我们需要演练的一些东西 那么首先呢我们来看一下防守 这个第一个视频呢我们来讲一下关于防守的问题 这个红方呢打比方说是我们 这红方打比方说是对手吧 好吧蓝方是我们 那么我们的防守体系呢大概有两种 一种呢是三三的体系 像图中这样两条线 三个后卫三个中场 第二种防守体系呢是三二一的体系 那三二一的体系呢就意味着前场这个七号呢 相对来讲防守任务会小一点 更多的是去压对方的中卫 而五号和六号作为两个后腰球员呢 更多的呢要承担防守任务 好那么我们先来讲一下这个三三的体系 相对也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三三的体系 那么我们的防守的要求呢就在于呢 第一条防守线呢像图中这样 从我们的中线开始步防 那么对方在后场倒呢随便他们倒 第二条防守线呢是踩着这个蓝线步防 什么是蓝线呢就是比赛中会有条蓝色的线 在蓝色的线之前是没有阅位的 蓝色的线之后是有阅位的 所以我们的两条线呢就保持在这么一个距离 第一条线呢在中线靠后一点 中圈靠后一点的位置 第二条线呢在蓝线上保持这么一条 这么个位置 好那么打比方说呢那么这个时候呢 我们的大部分时间可能是在一个防守反击的状态中 那么对方呢是属于控球的一方 对吧 那么球呢球拳呢也在对方的脚下 那么我们的这个三三的体系 那么应该如何去步防 去限制对方的这个接球 首先呢我们的球员和球员之间呢 要有这么一个防守原则 那就是人和人之间的空隙 不能过球 什么意思呢 比如说六和七之间 你们这个站位 你们要保证一个最基本的东西呢 就是对方这个三号球员拿了球之后 这个传球啊 不会很轻松的从你们的六号和七号中间穿过去 七号球员面对他 七号有个右腿 六号有个左腿 那么这两条腿呢 一身就可以呢去阻碍对方的传球线路 那么这个时候两个人呢 如果保持一个相对比较好的位置 是可以把这条线路给闭合 给封闭住的 那么应该怎么封闭呢 那站位呢 应该是一前一后 像我图中这样六七一前一后的站位 比如说七号去压对方的球员的时候呢 六号呢应该是在这个七号的侧后方站 而不是跟七去平行站 因为你平行站的时候图中 你明显可以看到对方这个时候 这个传球啊 这个角度就会大很多 但如果你稍微往后站一点呢 对方这个传球角度呢 就会被急剧的缩小 这个传球的角度呢 就会被急剧的缩小 同样 那么甚至呢 你这个六号因为你在一个相对比较侧后的位置 你可以离七号甚至远一点 如果你对你的腿长和反应有自信的话 这样呢 你还可以去限制一下对方中路球员的移动 但是呢 对基本的要求呢 是这个中路 这条中 两个人中间这条线是不能过球的 同样的道理 比如说三号和七号 在这个边路防守中呢 三号和七号呢 就是一组 那么当三号和七号形成一组的时候 你三和七中间的这条线路 是不能过球的 比如说对方的三号球员 拿球带球 推进 那么你这个三号球员和七号球员的位置 就要保持好 你看像图中这样 这个三和七中间呢 就是被封闭住了 三和七中间是不会过球的 但是如果说你三号站位有问题 比如说三号 一开始对方的球员在这个地方 三号呢 光去看人去了 去贴人去了 这样呢 给对方留下扩大的空间 那么这个时候过球就是非常危险的 好吧 那么 那么在这各种局部呢 我们会有各种各样的两人小组 比如说在中路和这个边路 有六七二人小组 但另一侧呢 有五六二人小组 在这个左路呢 有三七二人小组 在来方的右路呢 有二五的二人小组 那么这些小组小组之间呢 人和人中间呢 是不允许过球的 这个呢 是基本的一个防守 防守的一个原则 希望大家能把这个原则呢 先考虑到 好 好 好 OK 感谢观看